我們共識成長之外 經過50年的努力 我們的業者 每一家都成長 現在台灣整個都變成一個 全世界的創新經營營運中心 這個是我最高興的時間 我已經花了四年的時間 車子還沒有賣出去 那個時候也很苦惱 所以我就跑到日本 去拜訪日本的同業 同時買了一本ZIS 這是日本工業標準的資料 回來苦行徵的一家一家 零件廠商去拜訪 要他們大家一起來照 這個工業標準來做 如果意味到規格沒有同意的話 自行車子絕對賣不吃虧 在創業的過程 一天回家吃飯 兄弟跟阿公說39歲 我會賺大錢 那年都要39歲 在那之前我感覺說 怎麼都一家 我媽在外面賺錢 都在把我阿公賺錢 這是什麼情形 你怎麼都這麼難做 都在賺錢 第四年的Break Even 我印象中 因為他是我的Uncle 這一家公司是我在大學畢業那一年成立的 彪哥給我最大的感想就是 我們的零件廠商來罵他 那時候他叫他老仲 因為他那時候不是董事長 他是總經理 老仲 你是在做人 你不是在做生理 我覺得他這個人可以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 由於這一段時間 我們的同行的努力已經緩回了台灣自行車 品質不良的這個壞民意 原來享有外銷王國的這個日本自習的競爭力 那麼外銷中心已經轉移到台灣 剛開始做了 做我們的車 做一台車 我真的坦白講 要90分鐘 組裝在店裡面 組裝美麗拉車子 你大概再加15分鐘 105分鐘 組裝 當陸的車子大概兩個半小時 一部車子 這樣就說 散去那些人怕去 去到那邊 是怎麼會讓它滾呢 公子牙 英子牙 那些鬼都亂七八十 那去就沒辦法 沒辦法爭啊 所以當時也有人 美國那邊有很多店裡面有講說 不修台灣的車子 不賣台灣的車子 做了二三十年之後 我們認為說我們做到 做得不錯了 真正說到我去到那邊 缺胳膊 缺胳膊 掃腿的啦 那什麼東西 現在減路西的啦 沒辦法爭的 沒辦法倒的 很多啦 我那時候也 我們自己在現場 租路之後 我們再加上說 要想真正 這東西怎麼蒸不下去 所以去想像去改善了很多 從裡面產生了很多的 很多的專利 他就拿這個專利 再去賣到歐洲 其他的這些 走出去賣給其他廠商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說 腳踏車是要怎麼做 那九十分鐘 降到二十分鐘之內 像我們台灣很多 到美國去 做品牌的 很少成功的 就是因為 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台灣人 講的一句話 日白腳騎腳就是人的 你要在那邊 投進去 夠多的資源 你要 持續不斷的努力 那我們在那個時候 剛好就翻轉起來 所以就把這個 我們就漸漸的就上來了 美利達曾董事長 我也很坦白跟他講 我們是競爭對手 平常都很競爭是沒有錯 可是現在我們不是競爭的這個問題 是如何把為台灣的自行車工業 繼續能成長 能存在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優先的工作 應該是要來重視台灣的興亡 來振興台灣的自行車工業 兩位創辦人在競爭的關係底下 我個人覺得啦 書上也沒讀過 食物上也沒碰過 竟然兩家可以在那邊聊天說 然後創造一個共同的願景 最困難的話就像說這個 開始要說服大家的時候 大家相信的問題 大家從開始有好想的感覺 這個事情有可能 慢慢慢慢經過這裡的 大家的討論 大家的感覺說 有這個共識 有這個危機意思 剛好那個劉董事長帶動那一波以後 我才開始真正去練習騎腳踏車 在這個自行車文化當中 就是要有人帶頭 然後要慢慢把它擴散出去 剛好72歲那一年 有一部電影 裡面一個大學生 他請假騎自行車 環台 其中有一句口白 想做的事情 今天不做的話 以後大概不會做了 這一句話把我敲定了 單車環島以來 這一段路上飆得最高的 有十四五十公里之高 這個72歲環台完了 以後到了終點 我非常高興地集起雙手舟 我終於挑戰成功了 關注我的 他是屬於一個 我們說蠻固執的 蠻堅持的一個 當然它也會改變 你要跟他介紹 跟他講什麼事情 他会从后面小心去求证 我最佩服他的一点 就是他对这么一件事情 他对了事情他就非常坚持 而且就集中在那么一点上面 那不然那个 所展现出来的那力量 是蛮大的 其实他跟你谈过的时候 这件事情要做 三个月之后他真的会拿过来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 他就会拿过来跟你确认 彪哥是把台湾自行车业 真的build up起来的人 台湾的自行车 之所以可以在世界 有这么一个名号 如果把这个人抽掉 大概台湾绝对是做不起来的 开始我提这个过奖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发笑 身为自行车的业子 做公共自行车 那你这个自行车要卖给谁 我说至少我们可以把它当为公共事业 有了公共自行车以后 其实人口一定会大幅的增加 我觉得Giant一向都有标哥的这个坚持的这个文化 就是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持续去做 然后把它把它做到这个到某一个程度这样子 就像我们当初做U-bike 我们也是开始亏钱亏这么多嘛 郝龙斌在要把它扩大举行的时候 这个我那时候就问标哥说 我们一共要亏多少钱啊 他就很坚持了 要做 亏了几年以后就打拼了 巨大集团 Sanku Ryan Sanku Ryan 我们新的战口 女士们都参加了新的我们成功 未来50年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努力 这个就要拜托我们业者 大家共同的努力奪衷 讓私信安保持人成長